快拿钱 妈妈 今天的首期可真是财神上升了 这点小钱算什么财神 来 继续 来 继续 这财神爷的真身来了 今晚上不找秋红妹妹陪你 想找妈妈我来陪你 你这老胳膊老腿的 我还给你背上 爷 太疼了 来 妈妈 这次来我是想跟你谈个买卖 我们这窑子里还有什么买卖可谈呢 莫非你是想给秋红姑娘赎身吧 还真让你猜着了 开个价吧 这价钱好商量 关键是秋红姑娘她愿意不愿意离开我们这儿 就很难说了 你就不怕鸡飞蛋打 你看你 烫着你了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都当真了 秋红姑娘是我们这儿的头牌 怎么说也得五万吧 你要是能把钱拿来呢 我就把秋红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给你送过去 那 两万也成啊 怎么说咱们也都是熟人了 打个折嘛 三天之内我把钱给你送了 这三天你不许动她棒跟寒冒 好的 你放心吧 你慢走啊 妈妈 秋红可是个摇钱树啊 你怎么两万就把她给放了呀 你懂个屁啊 你没看这货尖嘴猴塞的 咱们能惹得起吗 再说了 这女人哪 就是红过个年轻啊 等老了 甭说是两万 就是两块也没人要 这秋红啊 真是命好 娘 娘 女儿马上就要跳出这虎口狼窝了 这钱不脏 女儿只跟了她一个男人 你是要把这房子点着了是怎么着 你出去 秋红 你不要以为有人跟你赎身了 你就蹬鼻子上脸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 秋红啊 我是看你马上就要走了 我给你留点面子 你给我当心着点 娘 这个人对女儿不薄 女儿今审一定好好伺候她 打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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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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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可怕了 好了 什么样 别动 别动 让你看看啊 怎么样 不错吧 鱼龙 这是真的吗 这儿以后就是你的家 你就是自由人 想干点啥干点啥 来 我带你转转 看看干啥 这儿以后就是烧饭做菜的地儿 这个小桶桌 我回来给你弄个茶盘 晒晒太阳 喝个茶 然后呢 还有这儿 就是你的卧室 过两天再给你雇个老妈子 怎么样 鱼龙 谢谢你 鱼龙 你不会是燕子李三儿吧 你说呢 你 喂 我就是 局长 有人报告说我发现李三儿了 这回是真的吧 真的 局长 那个李三儿正在试牌楼急 吃炸糕呢 好 包围 赶快包围 是 我马上就赶到 你去哪儿 小子 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炸糕炸糕 接着说呀 对呀 我说说 我这吃的穿的用的 全是燕子李三儿给我娶来的 真了不起呀 改名我再让他给我娶一个媳妇 吃吃吃 别动 别动 说 你他娘子是不是李三儿 我不是啊 不是李三儿是谁 我不是啊 你是我老身的脚态 听见没 局长 怎么样 知道到没 就在这几个人当中啊 好 快 三儿 快跑 这边 快跑 快 三儿 快 快跑啊 三儿 快跑 三儿 快跑 这边 这边 快跑 三儿 快跑啊 你真的娘子挺乱的 我 不哭不哭啊 是 是 局长 那几个战班呢 都押回去 押回去 是 走 他睡醒一场吧 真是 把这几个都带走 是 谁呀 谁呀 我不是人啊 你是不是 走 你怎么说多人啊 我真的不是啊 走 人啊 就因为我爹叫李三的 警察就说 他是偷了保渊钱 装的燕子李三儿 今天早晨就被抓到警察群里去了 别提了 我表弟叫李文三 也被他们抓了 你们这才哪到哪啊 我爸爸叫李小川 这不也被抓进去了 一顿乱打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你们先别着急 我回去让我爸给你们想想办法 一定帮你们把家人都救出来 谢谢 好 先都去上课吧 好 好